香港社會講求效率 連一般賣傳統廣東麵的店鋪 都為了提升生產 縮短製作時間改用機器做麵 但是就有店鋪堅持用人手做麵 一張工作桌子、一團麵粉、一支燭麵 用心打造味道獨一無二的燭麵 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堅持 今天我們就去拜訪 首祭燭麵的傳人李師傅 你好 李師傅 你好 聽說你這間店鋪已經很出名了 從廣州一直開播開到來香港 最先是營自爺爺的內蟲 爸爸那一代是燭麵 我提議我弟弟為何 廣州沒有人做燭麵 為何你不第一人呢 為什麼 我弟弟在廣州鮮開 在堂食那裡看到 看著祭麵 即是在鎮裡吃的桌子圍著 在一邊吃 即是食客看到祭麵的過程 所以他就很成功 跟我弟弟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一定要回覆著他 就是那個衛生問題 或者跟他食客之間 但又要食客看到 對 又要麵粉不飛出來 即是令食客覺得 我做不足聲念 我不是寫足聲念 即每一個食客都看到 真眼看著祭 我才叫真正的足聲念 坊間很多人都寫足聲念 那我不會拒絕別人怎麼做 但是如果真正以我自己這樣做 竹聲念只能夠是一種熱食 去追求食物的質量 就不要計算成本 一計算成本 我們真正的人手打竹聲念的 麵的成本 是比其他人的貴成 是比其他人手打竹聲念的 是比其他人手打竹聲念的 因為它是人手打竹聲念的 所以就是人工貴 是產量少 但是它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它用竹去刮的時候 刮出麵的爽度 是令它特別爽 爽得你還要耐心 譬如同一個時間 你一邊吃一邊聊天 或者你聊久了 每碗麵都還沒溫 即是還是很堅韌的 最初是差了一點 但比其他人手打竹聲念的 不如我們嘗嘗你所說的竹聲念 我們一邊說一邊吃 看看是否真的沒那麼容易想理 好 老闆,先介紹一下麵吧 很多老前輩都說 雲吞麵是放在底 麵是放在面上 這樣才是正式雲吞麵 實在是怕它能浸泡 所以用雲吞去放在面上 但我們只是隨便出來 好嗎?我們不怕 因為你們是手打出來的 對,手打麵 嘗嘗一下 好,先嘗嘗一下 我們的鹹 我們已經種了鹹 突然有一支 或者天理問題 他咬下去,咬下去一聲 他就投訴 為何這次只咬下去一聲 那他換了一支 不,不斷說 誇張得這樣 一盒給我的欣賞就是 我們咬下去真的要聽到聲音 一刻才沒有 但所謂現在的竹鬚麵 都是半人手半機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全手 全手的就是我爺爺的時候 當年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有這麼多印象 在桌上用粉、用瓶 把它滾到紙這麼薄 然後用刀刺 那些是幾十年前 還沒有機器時的年代的竹鬚 我們現在這些都叫做半人手 雖然大家跟我一樣 都未必是一個專業的食家 不過如果你吃過這碗手造的竹鬚麵 我可以肯定你一定品嘗到 當中的特別之處 即使是機器多麼先進也好 都取代不了做麵師傅對食客的一份誠意 希望手製竹鬚麵這種傳統手藝 可以一代傳一代地 給予更多人品嘗